看一下雙方的一個陣容 紅隊剛剛有看過是雙攻城、盜賊、死靈跟守護 那藍隊這邊則是戰士 三個戰士啊? 三個戰士、攻城、盜賊 這也是我們看到就是 美服蠻熱愛的戰士 因為上一屆傳奇盃美服在決賽的時候 兩隊、兩個隊伍、十個玩家裡面有四個戰士 所以 OK那我們這邊就從藍隊開始介紹 首先從第一個戰士看起 第一個戰士他用的是長攻雙劍 兩把單手劍 那法衛方面是吸取、厄運、智慧以及戰鬥 身上用的是士兵的符文跟天界項鍊 那他的特性是00464 是一個戰吼輔助戰士 對,是一個戰吼回血流戰士 混贓的 而且等一下看一下 沒錯 這個玩家有在這次的 美服的全明星票選裡面 這邊...第一場那麼快嗎? 嗯...似乎是 OK那我們剩下的等一下 這場打完再來做介紹 我們先來看一下雙方開場的狀況 藍隊是由工程開家喔 然後紅隊...沒有人開家 有有有 盜賊這邊幫隊友放了一個暗影庇護所隱身之後是回去開家了 那這邊現在是有三個人是充圓墊 有死靈雙工程 那並且... 這邊是在藍隊方中間的一個戰士 因為藍隊是已經站下點了 然後反而是會對這邊點還沒有站下來 那這邊工程師一個翻滾閃掉對面的蠟 那並且這個盜賊血量有點低啊 那剛剛被一個定身 並且身上六層流血 在戰士一打二之後殺了一個盜賊 那並且工程師砸了一個大 並且趁機救他的隊友 這邊應該是可以成功救起來 並且這個戰士很危險 戰士要倒了 那另外一邊 這個中場的守護血量有點危險啊 開出了一個無敵 那並且中間敵人是有三個喔 那他隊友趕過來做支援了 並且這邊守護教師的補血 把血量抬滿 不過他被集火的蠻慘的喔 實際上症狀很多 這邊馬上就要倒地啦 這邊勉強採用出一個法杖師 但是還是倒在了點上 旁邊隊友用一個縮小在救但是 又用了一個這個暗影屁股喔 原本想說救不起來 但是用了一個暗影屁股所 不過這邊還是要被DP的到死 並且他們是被團滅的一個狀況啊 哇三戰士這種 我先補充一下他們戰士好了 他們首先 有一個是這個 混傷的這個 戰吼輔助回血流戰士 那一個是大錘長弓 另外一個是 福建長弓 對三個戰士加點各自不同 但是 但是都是戰士 而且他們這邊已經拿下了兩個點 然後並且原本想要壓制對方的點 但是 是被半途攔截住了 這邊也有一個盜賊一次倒地啦 這邊就回縮過來把隊友救起來 然後結果這戰士被拉了下去啊 所以說這邊現在是兩邊遠遠的在做一個僵持 並且由這個 他們是這個 大錘長弓戰士在手中點啊 那不過由於他們是兩個人在 所以說這工程也是選擇撤離 並且 紅隊是打算集結一波直衝對方加點 這邊守護是 打算直接上點喔 那 對方的這個 輔助戰士也是 就是準備上點 避免點被裁判 並且工程師這邊是受到蠻多的集火的喔 那他剛剛已經開出了盾牌的格擋 這邊交出一個補血的看法 就是血壓師還蠻安全的 並且朝點上一隻丟止手雷 這個 守護 其實對於工程師的這個 症狀壓制其實是 蠻 就是被壓制蠻慘的 那他隊友是被終結掉啦 但是他們現在是有一個三點的優勢的 所以說其實他們這個點不用勉強打 他們是可以選擇撤退的喔 但是這個戰士現在被個定身定住 馬上要倒在這邊 身上一整排的症狀 那對於紅隊來說 因為他們現在是落後方喔 他們其實最重要的課題是 有沒有辦法從這個點往外打出去喔 就是 你現在可以看到 11分半的上Buff出了 那 目前藍隊其實是有人減圓的 所以他們可不可以趁 哇 可是藍隊已經開到了 直接被藍隊開到 哇 但是兩個點都開白了 那還好 這個 被開到的損失可以減到最小 因為如果他剛剛又是這個 藍隊踩了兩個點 又加上這個Buff的話 直接分差會被拉開到200分左右啊 對 那這邊 現在 藍隊是在踩對面加點 而且應該是可以成功的踩下來 所以說他們是還會有一個點的一個拉分的狀況 因為他們剛剛有兩個Buff嘛 然後中場這邊戰士是被集火進入個倒地喔 那旁邊隊友沒辦法救 而且守了一隻在做屍體的壓制 所以說 紅隊是成功拿到了兩個點 不過 藍隊的盜賊趁機去把他們自家給開白了 對其實我覺得藍隊的盜賊在整體的 比如說 尤其是偷點這個工作上其實是做得很好 包括第一波就是藍隊三點的時候 也是由這個藍隊的盜賊喔 去把對面就是紅隊的加點給拿下來的 所以 紅隊在接續後來的這個 整個戰鬥當中 要非常注意這個藍隊這個盜賊的動向 那 其實紅隊這邊有一個盜賊喔 我看就是盡量他要去盯著對方的盜賊啦 不可以讓對方的盜賊 就是在整個地圖上遊走這麼愉快喔 結果 哇 一個進場直接把這個紅隊的盜賊收掉 那守護利用一個被動盜在救 這邊盜賊是使用的順啦 所以說這邊持續如果對屍體進行壓制的話 是可以成功把這個盜賊收掉 這個算是一個 怎麼講 技術上的壓制啦 因為你在2vz的狀況下 然後結果你被對方的盜賊一撥直接反秒 OK 這邊盜賊交出一個補血 之後對面的那個工程師血量有點低啊 不過他是選擇直接過來原點幫忙 因為原點他們的這個工程師 雖然說把死靈殺了 但是血量很殘啊 不過這邊利用一個手雷 還是把這個屍體給打死了 並且盜賊在路上是遇到了另外一名工程 這邊感覺他們真的是就是技術上是有壓制對方的 因為剛剛那個工程跟死靈對打說他有用大招但是 沒有用大招的話其實是 要看大招有沒有砸到他 工程師可以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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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說技術上壓制的話 其實 我覺得有一點 我覺得這個盜賊可能比對面的盜賊還要再來的出色是沒有錯 但是戰士技術上壓制 我覺得戰士實在是 可是他們沒有守護 然後 還打成這樣 然後現在八分半的BUFF要出來 那水下竟然 紅隊有沒有人下來 有 這邊 可能會來不及喔 看一下來來不及 死靈過來 欸他的印記沒有中 哇 嚇死了 印記沒放到 這畫圈畫這麼歪 誰受得了 對 而且他的血量 因為他趕著過來阻止對方 所以他血不是滿的喔 這邊生命之力消耗之後 可能會有點危險 直接放了一個瞬移蟲 順的過來 並且交出了補血 持續在用印記 想要風箏這個戰士啊 對面的戰士 那個是一個輔劍戰士喔 其實對於死靈來講 大鎚長弓戰士 比輔劍戰士 更難打一點 對 輔劍戰士其實是 比較容易被風箏的 被死靈風箏的 對 而且他現在身上症狀很多 那死靈這邊就是 利用了一些瞬移招式來 風箏敵人 並且生命之力還是幾乎是滿的啦 所以說這個戰士可能會有點吃力 並且他的隊友也過來幫這邊 2打1馬上要把戰士收掉 這樣子這個 水下Buff就有點危險了 那個 盜賊是放了一個 那個暗影 欸 抱歉這不是盜賊喔 這是一個戰士 戰士把他的隊友給救活了 他怎麼直接就可以把這個隊友救活呢 重點是那個死靈 你要開瘟疫也用開瘟疫插起來 為什麼他 沒有插 就被救起來 然後並且 這個反而是 盜賊倒地啦 嗯 剛剛其實是應該要用瘟疫插起來 那他開了瘟疫但是沒有 先插再開瘟疫喔 嗯 那其實你去做一個 致盲戰士的動作 嘖 你還是沒有辦法阻止他救人 嗯 所以是被救起來了 對 然後並且死靈也是倒地啦 目前看起來 藍方在這邊是有個優勢 而且暫時在偷開 而且藍方在 偷開 有沒有人意識到 沒有 沒有人意識到嗎 有有有有 守護斷掉了 嚇死了 那並且工程師的血量也很低啊 目前在水下戰鬥 可以說是這個藍方這邊大獲全勝喔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點 怎麼講 職業上克制的味道在 為什麼呢 呃三個戰士 你可以看到就是 呃 紅隊這邊他們是用什麼 用雙工程加上一個死靈 所以他們其實症狀輸出是蠻多的 雖然說雙的兩個工程都是偏混傷 他們當然也有直上傷害 但是說那個死靈其實會被 呃 他的傷害其實會被壓制的蠻厲害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戰士 呃在1v1的狀況下 結果這邊是終結掉死靈之後這個 到誰才倒地啊 但是還是被救起來了 嗯 這邊 繼續拖的話 對紅隊是非常不利的喔 因為 藍隊分數是已經馬上來到500分 但是 紅隊拿到了上罷了 對 他可以拉一點分數回來 這邊就看他們水下 可不可以盡快把紅隊人收掉 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 三打二的狀態 而且藍隊目前沒有任何點喔 他們分數等於是被凍結住了 但是他們分數是已經來到了400分 而且終點被藍隊站下來啦 那他們其實只要紋手一個點 應該就可以拿下這一場喔 就看水下buff這邊 就是盡量跟對方耗啊 對 然後並且你看到藍隊的盜者 又抓到一個時間差 又去把紅隊的那個點給踩下來了 呃開擺了 那 這樣變成說 呃 紅隊 就是他們想要追分 但是 有的點 卻守不住 因為 藍隊的盜者一直去開一直去開 對 而且藍隊倒著把那個點是直接踩了下來 所以說現在兩邊進戰的分數是一樣的喔 所以這個分數是不會被拉緊 不過水下這個輔助戰士是倒地了喔 這邊嘗試想救 但是工程師砸了一個大絕下來 所以說是成功被終結掉 那水下那個戰士就是持續 跟他耗 然後並且工程師來支援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耗到這個 比賽結束 對於紅隊來講 他們現在最重要的課題就是 至少 趕快把兩個點都先開吧 因為我覺得 呃 水下的buff的戰鬥 應該一時半刻都打不出一個結果 那 變成說 能不能開白點才是最重要的喔 那 一旦他沒有辦法開白點的話 基本上 只要 任何一個點 藍隊可以持守住的話 藍隊都會贏喔 因為這個 時間 對於紅隊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藍隊已經非常接近500分喔 就這邊 兩個盜賊單挑 看起來是有藍隊這邊應該是贏喔 對方盜賊這個血少到看不見了 剩下300滴血 然後 所以說他是 順利的守住那個點拿下這一場勝利 看來最大的差距是 雙方盜賊技術差距阿 但是我印象中沒錯的話 好吧沒事 印象中沒錯的話 這個紅隊這個盜賊 曾經在美服天梯的solo榜 拿過至少前三 至少前三 那 但是其實我覺得solo榜這種東西就是 運氣也很重要阿 這邊就是 藍隊1比0的領先喔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是準備打第二場的一個比賽 對那個鑽士他的那個刀子的那個皮膚 非常有趣喔是那個萬聖節皮膚 就是那個軟趴趴的刀子阿 那我們趕緊先來講一下難度的加點 對他們 這邊看到工程 工程他用萊福槍 欸工程介紹過了是不是 60044 然後再來看到盜賊喔 盜賊這邊用的是筆槍短弓 法音是火焰空氣 武勇 康凱 康凱 然後身上用的是食人魔跟狂戰士的項鍊 特性是26006 再來是戰士喔 戰士這一個是 這個 斧劍長弓 那反應是空氣 智慧 厄運跟能量 身上用的是海盜符文跟天際的項鍊 特性方面是20606 再來看到輔助戰士剛剛介紹過了 然後最後一個大錘長弓 然後他用的法應是 戰鬥智慧能量跟水能 身上用的是力量符文跟士兵項鍊 特性方面是00626 對 其實他們這一隊就是用這個 戰吼的輔助戰士喔 來當 充當一個守護的工作 對 因為他的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帶著那個士兵的符文嘛 所以他的戰吼其實 也是可以幫隊友解症狀的 對 幫隊友解症狀的 然後另外他的戰吼 每吼一下可以補2000的血喔 這個是 非常非常 還算蠻不錯的啦 對 那這邊 第二場比賽開始了 我們來看一下 希望他開場的一個戰術布局 這邊 兩邊都有人 穿側門喔 所以說我們看一下這個狀況 這邊他們是在這打了起來 但是 還是選擇要上點啊 這邊 藍隊的戰士是往對方點上衝 那邊點上是一個盜賊 結果他用了一個石化把戰士定住 但是還是上點了 所以說這個紅隊的點是沒有被站下來 而且一個斧頭F1打了5700的傷害啊 那盜賊是直接交出了一個補血 並且紅隊的工程在下面已經是被殺掉了 然後並且盜賊血量也是很低 在這邊開出了暗影庇護所隱身 所以說這個開局看起來應該是 藍隊戰有很大的優勢喔 那這邊嘗試在救這個工程師 但是旁邊倒地壓制很夠 所以說是救不起來 其實我覺得藍隊滿聰明的 就是他們應該是知道 可能對這個紅隊比較熟悉 就是說他們紅隊很喜歡用盜賊開甲 包括他們上一輪我們在播他們比賽的時候 他們也是用盜賊開甲 但是藍隊就直接派一個單挑非常強力的這種 加點的福建戰士 直接去單挑你的盜賊 就這個工程師摔死啦 所以說他根本沒有倒地狀態就直接死亡了 然後另外這邊死靈是在吃Boss喔 但是藍隊有人過去阿 對 這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被搶 沒有那個死靈也走掉了 所以 然後現在戰士跟 對方的這個盜賊是在藍隊的家裡單挑 那並且紅隊的工程在復活之後 也是趕往這個點阿 所以說這邊這個 藍隊戰士可能面臨一打二的一個窘境 但是剛剛就是 藍隊戰士又一個F1斧頭砍到那個盜賊了 不過他這邊一打二還是太難受了 這斧頭砍空氣阿 然後血量有點低 所以說這個點應該會由紅隊守住 那另外 旁邊這兩個點目前看起來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中場現在是由 有戰士跟死靈在單挑 並且盜賊進場 所以說這個死靈也是狀況蠻慘的 不過他應該是可以先把對面的戰士收掉 不過對面戰士 死前是放了一個那個 耐力文章阿 所以說是把症狀消掉 但是還是不知倒地 這邊成功被救起來 而且插了一個大旗下來阿 那這邊死靈交受了一個補血 但是被一個定身 這邊利用一個瞬移蟲 瞬了回來 但是還是被戰士收掉了 守護旁邊用了一個被動隊伍 嘗試再救阿 但是沒有辦法救起來 這邊直接被終結掉 那點上現在 這個看起來 藍隊應該還是比較有優勢的 不過盜賊的血量非常低阿 這邊盜賊倒在了點上 旁邊是嘗試再救 結果是成功的兩個人把他拉起來 而且他們在這個點 是一個三打二的一個會戰 所以說應該是戰有上風喔 然後並且剛剛這個紅隊的這個 那個二打一的戰鬥也是結束了 所以說紅隊是拿下了藍隊的加點 那中場看起來又是將由藍隊拿回來喔 那並且這個紅隊的死靈跟工程師是來到了他們自家的點 然後並且是在面對對方的一個攻城阿 所以說這個藍隊他們的人的 就是結束中場會戰之後 他們的行進路線可能有一點點問題喔 他們沒有來支援這個工程 所以說這個工程看他可不可以走掉 就他利用了萊芙槍跟這個藥劑槍 想要利用兩段式的這個位移逃走 但是剛剛又被這個扳手五個拉回去阿 不過這邊還是順利的逃回到了中場 並且後面是有兩個人在追殺他 所以說這邊可能這個戰士是要過來幫他補個個 其實我覺得藍隊這波蠻合理的 就是其實那個工程只是去 怎麼講 拖延一下時間 拖延一下紅隊把自己加點拿回來的時間 因為對於藍隊來說 他們那一波如果想要壓遠點 就是因為那個點一開始是他們 他們想要壓遠點的話 其實會剛好撞到紅隊的人 那其實他們回頭把自己加點拿回來 可能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只是說這個工程過去的時候 我覺得他太慢走了 對太慢走了 然後叫太多技 就如果他要過去的話 可能隊友要幫他 要不然就是叫他不要過去 所以這樣導致他們中盤的一個滅團阿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們其實剛剛也是趁機 吃了一下 把那個 POSE給吃掉了 所以又帶來25分的進障 並且他們終點 目前是用一個這個 輔助型的戰士在撐 然後其他兩個人是壓到了邊點上 然後並且又把這個點給開擺了 嗯 不過盜賊是已經倒地 而且屍體被DP是要死的 哇結果 紅隊的盜賊死亡的時機很不妙阿 就是他如果再早一點倒地的話 那個藍隊的盜賊死掉的時候 他會剛好復活 就是他稍微慢死了一點 其實剛剛這個藍隊這個 福建戰士打得非常好 他們他剛剛在前兩波 在加點戰鬥的時候 其實是 算是一打二 然後把工程給 擊殺 就也不是擊殺 是打到進入一個倒地狀態 但是他隊友又 過來幫他 就是紅隊的隊友會過來幫他 但是其實他這樣子的話 就是 花了對方很多的這個 人力喔 而且中場 剛剛紅隊好不容易 把他踩下來之後 竟然被藍隊的盜賊 給偷偷踩白阿 所以說這樣子變成 他們沒有任何分出近戰 而且這個守護 守護來不及上點阿 點直接被踩了下來 他剛剛在旁邊發了一下呆 就是這個 紅隊的守護剛剛 停在旁邊不動 不知道是為什麼 那並且這邊 點上 藍隊的成員是趕過來了 所以說盜賊也是 做了一個這個 換位 直接過來幫助隊友 放了一個暗影庇護所 幫他隱身喔 不過對方的倒地壓制非常夠 所以這邊也不嘗試再救 直接開出一個石化毒藥 對其實這個很聰明喔 因為一般來講 就是很多盜賊 就是放了暗影庇護以後 就衝上去救 結果自己直接 所以雖然是隱身狀態 但是誰都知道 你在救人吧 那你就直接從 在那個 倒地的那個點一直砸AE 然後去到自己死掉 那他剛剛就是 沒有做這個就是 他這邊被拉了一下 對 他剛剛就是利用那個 暗影庇護所 又把對面加點開白 所以這個盜賊 他整體上來講 他的 就是 那個去偷點的時機 都是非常的好 對 那並且他現在要 回 這個 對面加幫忙嗎 沒有他跟 工程一起 要來中場 打一部會戰 並且對方的 工程師血量有點低 這個是在 欸 這個是在對方點喔 所以說 這個是沒有問題 那這一個 這個EV1 看起來是這工程師要贏啊 他剛剛砸一個大在戰士身上 所以說這個戰士現在蠻痛苦的 馬上就要倒地 那 中場的狀況 中間兩個賊 沒有 這邊 盜賊放了一個 暗影庇護所隱身 結果被恐了出來啊 所以說 他是選擇 直接離開這邊 然後去找 剛剛那個 工程師單挑 但是 點上那個大應該是還沒有結束 對 他看了一下 發現點上有一個 工程師的大絕 就再回去 又回到中場 這也是蠻聰明的喔 因為其實你 盜賊來講 你跟 有一個大絕 在點上的工程 硬打其實是蠻不明智的 對 那 守護是倒在點上喔 那旁邊是持續一直在救 救了好久 但是 救不起來 所以等於說是他浪費了很多招式在救人 不過他現在這個死靈的生命之力也是滿的 所以說是還可以再支撐一段時間 但是目前被擊火蠻慘的 身上有六層的一個折磨還有一個燃燒 在跳 這邊血量已經很低 但是他的死木還在CD啊 這邊剛CD好差一點點就要直接死亡喔 所以說這邊是還可以支撐一下 不過藍隊的分數是已經很接近五百分囉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順利的會有藍隊拿下這一場 他們現在就是收好兩點 不過紅隊的盜賊現在是王他們加點來移動當中 後面戰士在緊追著不放 但是有沒有可能踩白 這邊是被踩白了 但是藍隊的盜賊也把對方的點被踩白了 對 所以說這一來往是不虧的喔 不過這邊守護是長行上點 所以說這個點 目前是一個交戰狀態 那兩邊看一下他們人員 這邊這個盜賊是利用了一個隱身啊 這邊一個隱身之後 他是選擇要往中長撤退 那點上的狀況這邊是三打一喔 這個藍隊花了太多人在這邊 他們應該趕快走人 所以他們一個戰士是往中長移動當中 然後藍隊的盜賊又把對方的點給開白了 對這個盜賊表現得非常好 對他這個盜賊在偷點的時間差上面真的掌握得很好 那相對也是 紅隊他們根本就是 你知道 有點被智商壓制啊 好不容易拿回一個點然後過幾秒又被開白 各種被開白 對各種被開白啊 根本沒辦法好好的就是 拿好一個點啊 然後我覺得其實 嗯 看來這個 紅隊是走遠啦 這個第一種者 但是怎麼講呢 藍隊整體上喔 除了 我剛才說的就是盜賊 對於這個偷點 增盪地圖的 地圖的意識喔 地圖的遊走 做得非常好以外 就是 另外一點就是 紅隊沒有人可以1v1處理的好 這個藍隊這個福建戰士 嗯 這也是一個 另外一個關鍵點喔 對 那他們常常 這個福建戰士其實他一直走單 一直走單 然後不說去單挑對面的加點 或者是在自己加點做一個防守 那往往紅隊都是需要用到兩個人來處理他 那一旦他用到兩個人來處理他 即使你把他擊炸 但是你其他點 點上 就等於是 一個 少打多的局面 那一旦是 其他點上 比如說中團的會戰 是一個少打多 那 藍隊的盜賊就可以抓到一個時間差 去把你點開吧 嗯 OK 那這邊就恭喜 藍隊是取得了 晉級決賽的一個資格 那這是美孚的第一天的預選賽 那就是 表示他們已經得到進入最後一天 這個 發強的一個門票啦